一千八百五十一集 斯南 我迷糊了一辈子 疯了一辈子 可是我终究还是先祖的后人 连道真已经死了 若我再离去 先祖将无皇 我也想离开这里 离开先纲大陆 可是我既有了先祖的传承 我就有应该担负的脊梁 这是我的责任 我在这沉睡中想明白了 疯子坐起了身 目中露出了在他身上罕见的尖地 苦涩的楠楠 守护先祖代代传承下去 当我有一天不需为了责任去勉强自己时 王林 我会去寻找你 疯子站起了身 他穿着黄袍 戴着地冠 神色没有了以往的丝毫疯癫 而是具备了一股属于先皇的威严 疯子的决定 王林尊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这一点 王林知道 他没有权利去决定疯子的责任 作为朋友 他将其唤醒已经做到了最好 至于接下来的道路该如何走 不需要王林去提点 王林也有他要走的道路 他要回到洞府街 回到朱雀星 回到那个他长大的地方 或许下一次与疯子的相见 要在三百年后 王林在天地间那 向着远处走去 他尽管拥有了如今 先刚最强的修为 但有些事情 他依旧迷茫 比如太古神境 比如天韵子 比如婉儿的复活 走在这茫茫天幕下 王林墓中也有了迷茫 他不知道 自己想要寻找的那些故人 他们的内心 是否真的希望苏醒记忆 是否真的希望 随着他回到洞府街 或许 忘记了过去 在这仙刚大路上 轮回重新开始 才是对他们来说 最好的选择吧 王林楠楠 他的眼前浮现出周儒的样子 周儒的选择便是如此 我不能以我的意志 来代替他们的选择 王林清探 他身子停顿下来 看着远处 那里是司徒南所在的地方 武宣国 是一个凡间的国度 位于中州偏北 天腊州境内 整个天腊州中啊 有四个凡间的国度 彼此常年有摩擦发生 虽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但在边疆区域啊 却是时常有小范围的交战 只不过这四大帝国 对此多有控制 使得这摩擦交战的规模 始终没有扩大太多 在那武宣国与周灵国的交接 驻扎了大量的军兵 那军营连绵不绝 看起来密密麻麻 充满了一股凡间的肃杀之意 在靠近国土的方向 军营大门之外 此刻有着数千穿着铠甲的军士 一个个昂首挺胸 呈数列站好 还有几个明显是大将与文官之人 也站在那里 抬头望着远处 似在等着什么 没过多久 马蹄之声 从前方官道上呼啸而来 临近之后 却见一匹黑色的骏马 如旋风来临 穿过着数千军士 在那几个大将前方数十帐外 战马四鸣 前蹄默然抬起 生生地停顿下后 从那马上立刻跃下一人 此人同样穿着铠甲 落地后 他单膝跪在地上 双手抱拳 抱 南王巡团 此刻已在百里外 那军事声音洪亮 说完后 低头不语 等待命令 继续探查 且前军出列 与百里外 迎护南王巡团 那几个大将 与文官之中 有一个老者 这老者神色 不怒自威 他所在的位置 显然是众人的中心 此刻 目光一闪 立刻开口 其话语说完 立刻在他身旁 一个中年男子 上前抱拳一拜 转身离去 在他之后 有一万多军士 从军营中冲出 骑着战马 呼啸而去 掀起大量尘土 大帅 这南王来意 恐怕不善啊 在那老将身旁啊 一个文官 神色露出忧虑 缓缓说道 传闻 这南王极会享受 颇为奢华 所过之处 几乎人人借口 我还听说 这南王妻妾成群 私造宫殿 甚至比当今圣上 还要 那说话之人呢 犹豫了一下 最终 没有把后话说出 那老将始终沉默 对于身边之人的话语 似没有听到 他站在那里 不言不语 但双目内 却是有寒光 一闪而过 在那寒光快速的闪烁中 一股肃杀弥漫 使得这老将看起来 充满了一股霸气 他身为这边疆大帅 手握近五十万大军 且不是皇室身份 自然会遭人疾议 若非是五宣国 离不开他这个 百战长盛的老将 怕是如今呢 早就被谢甲归田了 传闻这男王极为嚣张 且颇为在意身份的样子 若是迎接规模不大 则会不喜 大帅 要不要再派一些人过去 大帅 卑职也觉得 应该再多派一些人去迎接 这男王既然喜欢排场 那我们就让十万大军迎接 摆下百里长街 让他见识一下 我军的雄威啊 大帅 不要犹豫了 这男王是个卑鄙小人 总喜欢针对大帅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 那老将眉头一皱 右手抬起钟 立刻四周漠然安静下来 所有的目光啊 都凝聚在他身上 可见他的威望 在这军营内 无人可以替代 我的军事 都是这几十年来血战中的英雄 让他们去迎接这男王 我不同意 千英千人 老夫亲在此地 便足够了 那老将声音啊 斩钉截铁 不容丝毫反对 他话语出口 身边所有人 全部神色一素 抱拳称诗 男王 那老将望着远处 内心冷横 他厌恶男王这个词语 在他的思绪中啊 这即将到来之人 不配用男王这个称呼 百里外 一辆足有十丈大小的奢华马车 带着长长的马车队伍 正顺着官道而行 足足拉开了近一里的长度 在这些马车四周啊 有一个个穿着寻常衣衫的舞者 傲然随行 阵阵取悦之声 从那十丈大小的马车内 隐隐穿出 更夹杂着一些女子的娇笑 似其内 颇为热闹的样子 嘿嘿嘿 好好 跳得好 本王有赏 一个男子的声音啊 在大笑中传出 甚至在那马车中 在其笑声内 还有一些 淫迷的身影喘息 对于这些声音啊 四周随行的那些侍卫舞者 依然早就习惯 丝毫没有在意 又走出了几里地后 那庞大的马车旁 本坐在那里的一个穿着青衫的小丝 突然睁开双眼 传出一声尖锐的声音 男王有令 暂停行军 随着其话语 这长龙一般的车队 渐渐停了下来 却见那从前方庞大的马车内 走下了一个个娇媚的女子 这些女子 无疑不是国色一般 可却均都是衣衫布整 显然是刚刚穿上的样子 一个个神色带着疲惫 下车后 向着后方的马车而去 这些女子数量极多 大致竟有几十人的样子 很难想象这些人 全部都在那十张马车内 随着他们的离去 又从后方的马车内 走出了几十个娇媚的女子 如替换一般 取代了那些离开之人 重新上了马车 不久 随着这一辆辆马车继续前行 那曲乐与银迷的交喘声音 还有那男子的笑声 再次传了出来 在这长龙马车的前行中 没过多久 前方马蹄呼啸 出现了那迎接的前营 一千多军士 似能看到 只有这些人来迎接 那十丈马车内 传出了一声冷恨 但却没有停顿 而是在这千人的迎护下 继续向前而去 一个时辰后 渐渐的 这对奢华的马车 在那迎声喘息 若隐若现中 出现在了军营外 众人的墓中 随着临近 那淫迷的声音 越加清晰 让此地 所有军兵 全部听闻 更是让那老将 皱起了眉头 眼中露出不喜 他哼了一声 大步上前 身后诸多文官 降临跟随 带着一股杀伐之势 默然临近 他的到来啊 让那停下的马车外 所有侍卫舞者 一个个神色 立刻紧张起来 他们能够感受到 那来自老将身上的煞气 这股煞气 竟让他们感觉恐惧 身体遗产 只不 难忘 那些侍卫尽管恐惧 但却快速地上前 那站在马车上的轻衣小丝 此刻站起 传出了尖锐的声音 你是何人 那小四的话语啊 还没等说完 立刻 从那老将的身旁 有一个中年 降临目中 凶光一闪 低鹤开口 在其开口的刹那 此地所有军兵 目光齐齐 凝聚在那小四身上 无形的煞气笼罩 让那小四啊 面色一下子苍白 竟不敢说话 思南 你要干什么 在那老将临近之时啊 一声嘀吼 从那马车内 默然传出 随着其话语开口 那些淫迷的声音 戛然而止 老将思南 来迎见男王 那老者神色 不怒自危 站在那马车石杖外 缓缓开口 那马车内啊 沉没了片刻后 盖连被一把掀起 走出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眼眶啊 阴阴有些发黑 一副酒色掏空的样子 他站在那马车上 盯着那老将 目中 又阴沉一闪而过后 忽然露出了微笑 嘿嘿嘿 不愧是我武宣 司南大帅 有大帅在边疆 足以把我武宣安生 本王奉旨 来此犒赏边疆军事 哦 那就进军营吧 请 那老将望着男王 神色冷漠 可他的目光啊 却是给了这男王 极大的压力 尤其是此刻 这里所有人 都存在了煞气与兵了 不由地 让他额头觅出汗水 嘿嘿嘿 不了 往往在外就可 就不用进去了 那男王脸上啊 挤出笑容 连忙说道 此地的所有人啊 他们并不知道 这里的一幕 被在天空上的王林 从头到尾 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王林站在天幕上 他的目光 始终凝聚在一个人身上 那个人呢 就是这老将司南 没有当成王爷 反倒成为了大帅 不知他的前世 既已开启后 他会怎么想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那笑容啊 很开心 深夜 军营中昏暗的火把闪烁 更有一队队军兵巡逻 使得整个军营啊 看起来似固若金汤一般的同时 更存在了一种秩序的感觉 那军营外 此刻也没有了深歌 反倒是一片平静 诸多的营帐 已经熄灭了灯火 唯独还有那么几个 在灯火的营造像 可以看到一个个深夜 尤其是正中间的帅营内 更是灯火明亮 在那四周啊 有诸多的军事守卫 一千八百五十二级 你是司徒男 率账中啊 那司男老将 站在一幅地图旁 皱着眉头 凝神看去 此账内只有他一人 四周很是安静 只有那烛火燃烧的声音 时而传来 男王 这等之人 也配称之为男王 那老将看着地图啊 冷笑起来 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何 对于男王这个称呼 有着一种奇异的感觉 似乎这天下 所有人都不配称为男王 哦 那到底谁 才配称之为男王呢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 从着老将身后悠悠而挤 那老将身子一顿 但瞬间就恢复如常 转身看向身后 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 一头白发的青年 正站在不远处 含笑看着自己 在老夫没有称王前 男王这个称号 没有人配去拥有 这老将神色中啊 不但丝毫慌惯 反而很是平静地 坐在了那里 坐 这老将一指前方 王灵望着对方 目中露出赞叹之意 在没有记忆开启中 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在 率账的陌生人 对方还能如此镇定 这一点极为难得 尤其是这镇定 并非作出 而是真正的平静 王灵微笑 坐在了那老将的对面 有酒吗 王灵笑道 呵呵呵 军中岂能无酒 那老将哈哈一笑 当着王灵的面 向着帐外传出了敌贺 来人 取酒嘞 帐外传来恭敬之声 片刻后啊 便有几个军汉 走入帐内 在看到王灵后啊 这些军兵 神色一乐 尤其是那几个 在外的侍卫 更是神色 漠然大变 他们没有看到 有人进入这里 放下酒 出去 那老将神色如常 挥手说道 那些侍卫沉默中啊 在老将与王灵身旁 放下几滩酒后 一个个退下 四南将军 好深地定理 王灵拿起一坛酒 放在嘴边 喝了一大口 阁下 能无声无息地 来到此地 这些军兵 即便是出手 也无法阻拦你的意图 留在这里喝用 那老将开口中啊 也拿起了一坛酒 开去风泥 大口喝了不少 王灵脸上笑容更浓 他是真的开心啊 甚至可以说 来到鲜刚大陆上 他很少有如此开心的时候 这与获得了李木万的残魂不同 与在悬罗身边不同 而是一种至交故人的相见 那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很放松 很高兴 帐外人影积极闪烁 阵阵脚步上传来 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呢 这帐篷外 已然密密麻麻包围了无数的军兵 所有的大将全部到来 在那帐外如临大敌 但却不敢随意进入 只能严密地围绕 他们一个个神色紧张 但那肃杀却是不少半点 反而宁如滔天一样 竟让此地军营的无数火把 似为之压抑 无形暗淡 时间流逝 专业已是将要黎明 这些军事在外 已然快要整整一夜 若非是仗中 时而传来大笑之声 他们怕是 已然焦急地要冲入进去 只是 那笑声的传来 却是让他们更加疑惑了 有意思 王先生进去了这么多的地方 那山海老夫听说过 可惜太过遥远 我等凡人无法走去 那老将清炭 放下了一个空坛子 再拿起一个 喝下一口 如果你想 你可以的 王林喝着那辛辣的酒 看着故人 笑道 哦 王先生应该是修士吧 那老将目光一闪 王林点了点头 没有开口 而是继续喝着酒 时间再次流逝 当黎明破晓之后 当那天边尽头 出现了一道白线 出阳溅起 黑暗 消散的之时 王林与这老将 已然喝了一夜的酒 这一夜中啊 王林说了很多 他说起了自己 在仙纲大陆上的 所有经历 说起了天牛州 摩歇州 还有那组成的一幕幕 甚至连在古族的一切 都一一说了出来 他说到自己 找到了李木碗的残魂时 眼泪流出 说到自己杀了盗谷皇尊 以一命还师尊时 他神色暗淡 他说了很多 直至他说到 离开了古族 回到了仙族大地上 那老将睁睁地听着 他无法想象 这个人到底具备了 什么样的身份 若他所说的一切是真 则此人在仙纲大陆上 必定是惊人之辈 但这样的人 为何在这深夜 来到自己的帐中 与自己饮酒 与自己说出这些 那老将的脑海中 眼前之人 慢慢似有了熟悉 仿若这股熟悉 一直隐藏在 他的记忆深处 此刻 显露了出来 当他看到 对方的眼泪 与那哀伤 他不知为何 竟也同样感受 似对方 与那李木碗之间的故事 他曾亲眼看到 我找不到李千玫 司徒 我找了很久很久 可最终还是找不到他 王林楠楠 苦涩中喝着酒 有些话 有些事情 他不能和别人说 但却可以跟司徒去谈 司徒 是谁 那老将神色有了复杂 这个姓氏 他在对方的口中 听到了很多次 王林放下空的酒坛 再拿起了一坛 这一夜 他们已经叫人 送上了数次的酒水 我有一个挚友 他叫做司徒 王林楠楠 看了那老将一眼 能成为你的挚友 我想这个叫司徒之人 也是一个修士了 那老将目楼茫然 看着王林 缓缓说道 是 他是一个修士 一个 想要当王爷的修士 有关他的故事 你若想听 就要从一个叫做 朱雀星的地方 一个三级修真国 赵国 说起了 王林脸上露出追 轻声说道 王林的声音 在这帐内回旋 那老将默默地听着 目中的茫然更多了 时间流逝 当清晨来临 当天地一片光明之时 这帐篷内啊 王林的声音 还在喃喃 李千梅 司徒南 清水 他们全部都转世 在了仙刚大路上 我在他们身上 留下了印记 这是找到 他们的唯一方式 王林喝了一口酒 看着那老将 微笑 那老将沉默 他的身躯颤抖 许久 他猛地睁开双眼 我是司徒南 他睁睁地 看着王林 声音迟疑不定 王林望着老将 慢慢地点了点头 你是司徒南 我是王林 王林 老将南南 许久之后 忽然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眼泪流出 他本不会去相信 这个事情 但那来自灵魂的感觉 那种眼前之人的熟悉 还有 对其所说的 洞府界的一幕幕 让他不得不去相信 且他不认为 一个仙人修士 会来欺骗自己 这一个凡人 这么说 我在这仙刚大路上 已经轮回了多次 如今的这一次轮回 我是司南 是武宣国的大帅 笑声中 这老将泪水更多 他相信这一切 但正因为相信 故而感觉难以接受 这帐外的五十万军士 他们有的人 从祖父那一辈 就开始跟随我 直至他们的祖父战死后 他们的父亲 继续成为我的兵 甚至还有不少 在他们的父亲战死后 他们依旧跟随着我 如今你却告诉我 我是司徒男 一个想要成为王爷的司徒男 我不是这武宣国的 司徒男大帅 那么 他们怎么办 在那老将的声音下 帐幕被默然打开 那些军兵刚要冲入进来 却被那老将一声敌喝 全部驱赶了出去 轮回 轮回 一次轮回 多少羁绊 我数次轮回 那老将 摊坐在座椅上 复杂地看着王林 慢慢地苦笑起来 对不起 这是我当年自己的选择 我选择了转世 先刚大落 与你无关 王林沉默 不断地喝着酒 一口一口 帮我 开启前世记忆 那老将不断地喝酒 直至喝下整整三坛子后 双眼有了血丝 人也有了醉 他望着王林 坚定地说道 当深夜再次来临时 王林离开了这帅账军营 他神色带着复杂 在半空中回头 深深地看了一眼 下方的帅账 在他看去时 帐连被掀起 那老将走出 抬头看着他 王林 等老子这一世轮回 再无遗憾 成为了南王后 我去找你 那老将大声开口 声音充满了一股霸气 越豪仿 王林脸上露出微笑 那笑声越来越多 最终同样大笑起来 司徒 等你的王爷做够了 我等你到来 你我在罪 王林转身 化作一道长虹 消失天地之间 小子们 整病 先给老子把外面 那个什么鸟囊王带来 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他奶奶的 他也敢成囊王 老子想明白了 老子要做囊王 那老将啊 似年轻了不少 狂笑大喝起来 轮回 到底什么是轮回 我之前已经了解了 这轮回是天 但实际上 这轮回除了是天之外 还有更多的含义 王林走在天幕上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 周如与司徒男 还有那疯子的身影 疯子的经历 或许不是轮回 但周如的选择 司徒的选择 却是轮回 他们没有选择离去 而是选择融入这里 因为 他们有太多的羁绊 太多的牵挂 与不舍 周如不舍这一世的 父母与亲情 司徒不舍那些 跟随他一辈子的军兵 如司徒所说 每一次的轮回 都是一世 都存在了诸多的牵挂 怎能说断就断 这 就是轮回的力量 可以让人在其内 无法自拔 亦或者是 不愿自拔 王林墓中有了茫然 那茫然中啊 他似隐隐有了一些 更多的名物 轮回是天 也是一面镜子 这镜子里的自己 就是轮回 王林墓中的茫然 渐渐散去 露出了青年 他对于轮回的理解 在周如那里 在司徒这里 渐渐地向着圆满接近 不知其他人的选择 又是怎样 王林看着远处 轻叹一声 走去了 1853级 雨中青红 先足大地 北周的范围 一处山栏内 存在了茂密的树林 此地看起来极为凶险 下方一条关道蜿蜒 如一线天板 在那里 有一座洞府 四周荒芜人烟 唯有鸟兽存在 只不过于多年前 这里出现了这洞府后 就再没有野兽 赶来此地 洞府内极为奢华 无数夜明珠映照相 使得那洞府很是明亮 但这明亮 却是因此地的安静 透出了冷意 此刻 在那洞府的主室内 潘息坐着一个修士 这修士看起来年纪不大 行似侏儒 但却有一个硕大的头颅 与其大头比较 他的身子显得极为瘦小 似很不协调的样子 这大头修士 神色阴沉 吐纳中 使得这洞府 充满了森人 大头 在这修士打坐中啊 忽然有一个声音 漠然而起 在这阴冷的洞府中 回旋开来 这修士心神一阵 猛地睁开双眼 在其睁开眼的刹那 他没有丝毫耻 张开吐出了一道绿光 那绿光发出尖锐的嘶吼 直奔前方 那出现在这洞府中的 一个白色身影 王林神色古怪 那绿光是一条 猙獰蜈蜈蜈 尚未临近 便有腥风扑面 王林右手抬起 在那蜈蜈上一点 这蜈蜈顿时身子一顿 漂浮在那里 一动不动 那大头修士此刻 神色露出震惊 他这条蜈蜈啊 放在元神内炼化 即便是修为高出他一些 也会被这蜈蜈蜈 给他足够的时间或逃或再次出手 可如今那 却是被眼前之人如此轻松的凝固在半空 甚至连对方施展的什么神通 他都看不出来 马套 你非要赶尽杀绝不成吗 大头修士一声凄厉的嘶吼 全身轰然一阵 有大量雾气扩散 他一晃之下就要逃顿 马套 王林一针啊 右手在那雾气那一点 顿时一道金光穿透雾气 在那大头修士逃顿时 默然印在了他的眉心 大头全身一阵 目中露出迷茫 种种记忆在脑海似不断的浮现 与此同时 王林右手虚空一抓 立刻 这四周山脉的天地之力 轰轰卷动而来 凝聚在王林的右手内 化作了一把小剑 此剑为天地之力凝聚 为王林信术所化 可谓至宝 一帅之下 这小剑直奔雾气内 刺在了一旁的墙壁上 深深地看了一眼 那雾气内正在苏醒记忆的大头 王林目中露出柔和 大袖一甩 天地之力 凝聚而来 化作了大量的丹药 落入一个葫芦内 放在一旁后 王林转身离去 许久 那雾气散开 大头一脸复杂与茫然地走出 他坐在那里 看着空空的洞府发呆 直至过了半晌 他才抬起头 轻声喃喃 住人 他看到了那把 让他心惊的剑 看到了一旁 充满了浓郁天地之力的 丹药胡 眼中流下了泪水 同样是这北州内 不同的州中 一行数十道长虹 在天空呼啸而去 一道金光从远处一闪而来 在这诸多修士的错愣中啊 那金光消失在了他们之间 没有人察觉到 这金光在散去时 在那刺目的光芒闪烁中 落入到了这群修士内 一个穿着红袍的童子眉心 这童子全身一阵 脑海内封尘的记忆 慢慢地苏醒过来 这群修士经一不定烧起 彼此略做商议之后 再次急速前行 那人群内的红衣童子 墓中露出迷茫 在数个时辰后啊 当这群修士 在一座山峰上 休息吐纳的时候 他墓中的迷茫消散 取而代之地 则是复杂于恍惚 我 我是 红山子 那红衣童子 望着天空 脸上慢慢露出了微笑 他深吸口气 看着眼前这片大地 内心充满了激动 东州 王林当年 曾一律而过的南尼州内 有一个规模很小的宗门 此宗修士不多 只有数千人的样子 所在的山门之处啊 也不是很好 灵气并非很浓 尤其是随着先祖几位大天尊 与先皇发布的圣旨 告知整个先祖宗门进行权力备战后 暗流转动 使得这样的小宗门无法再平静下来 必须要依附一些大的宗门 才可以继续存在 战争要开始了 这样的小宗门很难于那未来的先古大战中 继续传承下去 神报 作为此宗的宗主 修为更是大为不俗 如今内心颇为焦虑 他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 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宗 在数百年后的大战下 还能不能存在 他好不容易啊 才爬到了如今的位置 成为了一宗宗主 他不想放弃 只是摆在面前的道理 似只有一条 那就是依附 但依附的对象与选择 会有不同的后果 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同样严重 且宗门内的那些长老 更是与他持着不同的意见 对于依附的选择 似有了分裂的迹象 在这神报忧虑之时 这一天 一个身穿白衣 一头白发的青年 从山下走来 一步步走上了子宗 他是王林 王林找到了神报 在数个时辰后 王林离去 当他离开时 神报站在大殿外 看着天空 目中有了迷茫 许久 那迷茫慢慢消失 化作了尖顶 一个个洞府界的故人 在这段时间内 王林几乎看到了全部 有的人 他选择了解开前世的记忆 有的人 王林把这选择的权利 给了对方 但无论最终如何 王林都会留下一些 让他们保命之物 了却了那一段 洞府同源 亦或者说 这些人都是属于 那一个名为 七道的宗门之人 日月宗 天方周内最强的宗门 此宗门人数十万之多 为整个天方周内第一宗 更是升为东周九宗十三门之一 日月宗内 千年来 天交之辈出现了很多 但却没有一个 可以比得过 一个叫做青红的女子 这女子的天资 堪称万年难寻 她数百年前 成为了日月宗的弟子 短短的数百 近千年时间 竟成为了第三部大能 且达到了空涅的巅峰 似只差一现 就可以成为空灵之休 这里面自然与日月宗 全力栽培 有很大的关系 但同样也说明了 这叫做青红的女子 在日月宗眼里的珍贵 尤其是日月宗的 几乎常年关闭 具备了金尊修为的大长老 据说呀 她已经拥有了天尊的实力 但却没有去闯天尊孽之地 此人亲自收了这女子为徒 每隔几年都会出关一次 提点此女修为上的事情 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呢 她将此女带入自己闭关之地 一同闭关修行 这女子在日月宗 被称之为圣女一般 被无数宗门之人仰望的同时 更是因她的绝美容颜 成为了宗门弟子的爱慕对象 不过呀 这女子太过优秀 惊鸿一般 且其性格很是冷漠 数百近千年来 从未有选择道理的举动 可她越是如此 就越是被日月宗的弟子们仰慕 尤其是那些长老的子嗣 与自觉有资格的徒弟 对这女子的追求 从未间断 这一日 这叫做青红的女子 从闭关中走出 外面乌云弥漫 又雷声哄哄 似随时可以落下雨水 那雷声让她有些无法惊心 似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的样子 她站在属于她自己的洞府外 望着天地间的乌云 望着那山下雨中的叉子烟红 墓中露出迷茫 一只美丽的蝴蝶 从那远处飞来 迎着狂风 在这女子的前面 飞舞环绕 吸引了这女子的目光 她喜欢红色 喜欢蝴蝶 宗门内的所有人 都只知道她第一个喜好 但这第二个喜好 却是无人知晓 望着那飞舞的蝴蝶 这美丽的女子 墓中的迷茫更深了 与其他转世之人一样 在她的梦中 也时常有朦胧存在 她总觉得 自己不属于这一片天地 这种感觉 让她的冷漠 与众不同 雷霆轰隆 雨水花花而落 洒向大地 与山风交融 形成了如盖莲一般的雨 她穿着一身红色衣裙 远远一看 如同红蝶 与身前的那只蝴蝶 在那山风中 在那雨水中 似要无人问津地 随风而去 红蝶 一个柔和的声音 在这女子的身后传来 雨幕内 雨声中 这柔和的声音呢 如轻轻的呢 在这四周散开 随着那雨水的花花之音 似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缕 来自虔诚的梦音 青红身边的蝴蝶 落在她的手心里 被她轻轻地握住 为其遮挡风雨 似她就是那一只蝴蝶 可却不知这世间哪 会有谁 能为她遮挡 那同样的风雨 她转过身 看到了一把油纸伞下 穿着白衣的一个陌生人 红蝶 这个名字很美 青红看着那白发的青年 微微一笑 笑容绽放中啊 使得她看起来 如孤傲的玫瑰 镜字地盛开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成为红蝶 王林看着眼前 这美丽的女子 往昔在洞府界的 朱雀星上 那一幕幕往事 在她的墓中浮现 这女子轻微一笑 没有开口 她望着王林 二人的目光 在这风雨中 凝聚在一起 久久不散 我见过你 在梦里 在我成为第三步之时 我见过你 青红看着王林 轻声开口 你相信轮回吗 王林的目光 从这女子身上移开 望着天边的云 你信吗 那女子反问 我 王林声音一顿 许久 她点了点头 我相信 如果连白发月天尊都相信 那么我也信 这女子转身 同样看着雨沐 轻声说道 我始终觉得 我在等一个人给我答案 当我成为第三步时 我知道 我等的那个人 是你 轮回吗 我一直在想 我是否有前世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喜欢红色 喜欢蝴蝶 我也一直在想 喜欢一样事物 不可能是凭空就喜欢的 她总有原因 若不是金氏的鹰 那则便是前尘 我前尘 叫做红蝶 是吗 那女子没有回头 声音平静 可是在我的梦里 好似在我的前尘中 还有一事 那一事里 我也看到了你 汪灵一争 那一事里 我记得你问了我一个问题 一个直至如今 我才得到了答案的问题 你想听吗 青红望着天边 轻声说道 我问了你什么问题 王林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 你愿意保留今生的记忆 还是恢复前世的记忆 青红转过身子 看着王林 她美丽的双眸内 有一缕王林 看不透的光 一千八百五十四级 新王则望 前世今生可以共存 但当恢复了前世的记忆后 今生会多出很多的牵挂 若不恢复 便不知道 若知道了 就成了忘不掉 这是我的理解 青红声音呢 有些惆怅 低声难难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 王林墓中有迷茫 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问她 一望前尘 只存今生 若执着下去 一次次的轮回 是一种痛苦 也是一种迷茫 青红目录复杂 难难低语 我明白了 王林轻叹 她知道 红蝶是想起了一些事情 只是对于她所说的 前世中的前世 却是让王林心神震动了一下 她想到了 在朱雀星梦道中 在那同样是 雨幕下的停泄内 自己看到了一个女子 抱着一个女婴 来到了自己的面前 那雨幕中 有一只红色的蝴蝶 在那树叶下碧雨 在那女子让自己 为着女婴起一个名字时 她说出了红蝶这两个字 王林沉默中 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她知道了红蝶的选择 那一世的记忆 我已经遗忘了很多 只记得你与这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和你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 我还记得 青红闭上了眼 声音柔和 什么话 王林没有停顿 走进了雨幕内 心王 则忘 雨幕内的王林 身躯默然一阵 他猛地转身 目中露出震撼 这震撼来自其灵魂 让他在那雨水里沉默 手中拿着的油纸伞 也无意识地松开 向着下方落去 被雨水淋湿 莫知 王林的眼前 浮现出 在那朱雀星 自己还是低阶修士的时候 同样 也是在一个雨夜 在那庙宇内 一个光头的大汉 双目带着迷茫 看着自己 说出的那句话 这 生于天 死于地 中间的过程 就是人生 兴亡 则忘 那一句句话语 回旋在王林脑海 那光头大汗的目光 清晰地浮现 那目光内 有一种王林 当时看不透 但如今 回想起来 却是有了清晰的痛 与命 王林走了 带着迷茫 带着他不愿去想的答案 离开了这里 青红望着远处 王林消失的方向 站在那里许久 许久 直至天地中的雨 散去后 他松开了手 在他的手心内 那只蝴蝶 扇动着翅膀 环绕他飞舞了几圈 向着远处 飞去了 你什么时候会遗忘 或许 你永远也不会 去这么选择的 青红低下头 带着没落与孤独 转身 走入了洞府内 王林在那天地间 一路沉默 轮回 当我去开启 别人轮回后 前程记忆的时候 我没有去想到 我是不是 也在一次轮回之中 如果我真的 在这轮回中 那么 谁来为我开启 前程的记忆 王林想着想着 忽然仰天大笑起来 笑声中 他的双眼 有泪水流下 轮回 这就是轮回 但即便我真的 身在这轮回之内 那么 我也绝不会选择遗忘 绝不会 王林在那大笑中 他忽然对于 在十股皇城祖庙内 在经历古道三分神时 曾看到的那个 向天咆哮 气候的身影 那身影的话语 在他的耳边 似再次回旋 天地 天地之巅 又有何用 众生结拜 又有何用 无量结晶 又有何用 既这天地如此 何不毁灭 既这众生如此 何不消散 既这结晶如此 何不断传 既如此 我要以我的方式 让青天闭眼 让大地沉睡 让黄泉倒流 让轮回停止 让苍穹从此 无念 王林南南 说着那在耳边 回旋的声音 这一声音呢 渐渐越来越大 最终惊天动地 让那天目滚滚 让那大地轰轰 让这整个仙岗大陆 似掀起了一场风暴 仙族大陆 东周 灵化周内的西南方向 有一座凡间的城池 那城池很大 远远一看 如巨兽 给人一种雄伟的感觉 城池内 在偏僻的角落 有一家铁匠铺 生意还算不错 让这一家人 可以生活得很好 这主要是那铁匠铺的男主人 对于每一样铁器 都极为认真的对待 很是负责 用了多年的时间 在这里有了很好的口碑 那男主人是个大汉 看起来约三十多岁的样子 身体颇为健熟 此刻 正在铺子里 赤着上身 不断地打铁 从这铺子内 有当当之声 不断地传出 铺子的后面 是这一家人居住的地方 这大汉 有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 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此刻 那小女孩正在铺子内 也不嫌弱 望着自己的父亲 不时跑去拿来毛巾 给父亲擦汗 每当这个时候 那大汉 会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她很满足自己现在的生活 尽管简单 可是 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有一个爱着自己的妻子 这对她来说很知足 她想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维护这个家庭 去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 去让女儿的未来更好 为了这个目标 她对于这个铁匠铺 津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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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津 很努力 很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她的生活简单 可是这简单中 却透着一股 让她很珍惜的温暖 她出生在这个城池里 身边有不少一起长大的玩伴 如今都已经成家 但他们还是会时常在一起喝酒 一起大笑 一起回想 少年时的一幕幕去世 在夜幕中 她时而也会在睡着时 出现一个梦 那梦里 她叱咤风云一般 似是先帝 带着跟随她之人 与敌厮杀 那梦中有离别 有热血 有悲哀 梦中 她也有一个女儿 似叫做双 与她现在的女儿 一样的名字 只是 这梦 毕竟不是真实的 每当她从梦中醒来 她会露出迷茫 看着窗外的夜空 发起了呆 她的内心 似乎也有对那梦中 一切事情的渴望 只是每当这个时候 她会低头 看着身边熟睡的妻子 看着那在妻子怀里 八岁后 仍然不敢一个人睡的女儿 她都会在微笑中 忘记了那梦里的一切 如果让她选择 她会选择自己的家人 而不是那梦的人生 她不知道 在她望着家人时 与那夜空中 也有一个人在望着她 王林看着那下方城池内 这铁匠的一家 她能感受到 清临的幸福与满足 这当年的洞府界先帝 如今成为了凡人 可是 她却得到了开心 得到了温暖 王林很羡慕 她看着清临 许久 转身离去了 月红蝶一样 她的选择也是遗忘 遗忘了过去 遗忘了前世 全部身心沉静在今生中 在那轮回内 一次次的遗忘 一次次的真心 她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的选择 也是正确的 王林南南 当除了清水 除了李倩梅外的所有故人 王林都一一寻找到 或解开了前世的记忆 或选择了默默离去 与遗忘后 她在这仙纲大路上 已经没有了留念 临去那天牛舟前 王林却看了一眼周易 与清霜 她远远地看着 看到了周易脸上 那幸福的笑容时 王林同样露出了微笑 她为周易高兴 数千年的苦练 如今有了圆满 这一幕 让王林再看去时 拿出酒壶 喝下了一大口 这酒壶啊 还是从司徒南那里带来的 如今成为了代替周易 与清霜的喜酒 她还去了一趟组城 在那里看到了孩子 只是远远的遗忘后 王林转身走了 天牛舟 这她当年来到 先钢大陆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如今 扩别了这么多年 王林回来了 她走在那熟悉的大地上 路过了大魂门 路过了龟一宗 一路走去 那熟悉的一幕幕 当她想起了当年的往事 在这天牛舟的正中心呢 那一处处连绵的山脉之上的天空 王林看着下方 沉默了片刻 天牛 当年你疯魂所化铠甲 曾帮我度过数次危机 我王林一生恩怨分明 你当年对我有恩 今日 我为你解开先祖留下的封印 让你恢复自已 但 你身去已化大地 无法重新收回 我解开你灵魂封印 让你灵魂凝化原神 离开仙岗大陆而去 你可愿意 王林看着大地 缓缓开口 其话语声音不高 也没有传遍八方 但在其话语说出之后 却见了大地 默然颤抖起来 阵阵轰鸣回旋间 似有一股地气冲出 使得这片山脉模糊后 隐隐浮出了一个 巨大的虚影 那虚影 是一尊天牛 其身躯极为庞大 看起来 似可以支撑天地一样 浮现而出后 王林在其面前 极为渺小 但这庞大的天牛魂 却是神色透出恭敬 向着王林跪拜下来 谢谢 我愿意 嗡嗡的声音回荡 其内透出了激动与渴望 他被封印了太久太久 今天终于有了脱困的时候 这让子尊天牛 对于王林露出无尽的感激 不用谢我 你当年对我有恩 今日回报吧 王林看着天牛 右手缓缓抬起 向其意志 这意志之下 却见那天牛身躯猛的一颤 露出痛苦之色 其身体外瞬息闪烁大量的符纹 那些符纹在他的身体上似生根一般 更有无数细线从这符纹内滋生 在这虚幻的天牛魂体内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心脏模样的球体 在不断地碰碰跳动着 此物正是天牛封印的核心 看着那由大量细线组成的心脏样子的物体 王林右手再次一指而去 一指落下中 这天牛魂身体外的所有符纹 轰然崩溃 在他们崩溃后 天牛魂体内的那心脏 更是不断地颤抖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漠然缩小 片刻后 当其只有肢脚盖大小之时 他化作了一道幽光 从这天牛魂内飞出 落在了王林的手中 一把捏碎 天牛魂仰天发出了一声嘶号 那嘶吼在天地间 形成了一圈圈波纹 向着八方回荡 奇魂一动 直奔天空而去 在那天地的尽头 他停顿下来 低头看着王林 再次跪拜后 如一道流星 远远而去 直至消失不见足 随着天牛魂的离去 天牛州大地 也似有了不同 但却很难察觉 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 王林望着天牛魂 消失在天地后 转身向着七道宗走去 一千八百五十五集 栋斧界 七道宗 栋斧界的所在 这被迷雾笼罩的山峰上 看不清太远的地方 且一片荒废 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此地 但这一天呢 却是有一个身影 在那山峰下向上看去 这是一个中年男子 他穿着青色的衣衫 看着那山峰 看着那迷雾 隐隐地 他似能看到 那迷雾后面的一处处 废墟的大殿 七道宗 这男子目露复杂 难难低语 终于来到了这里 这中年男子苦涩地摇了摇头 顺着那破损的山路 向上走去 他走得很慢 似要记住这里的一草一木 慢慢地向着雾气内走去了 直至他穿透了这雾气 顺着山路走到了此山的顶峰上 他看到了七道宗的山门与大殿 看着这里 这男子神色露出迷茫 他望着眼前的一切 许久之后 长叹一声 走过那一处处破损的大殿 最终在这七道宗废墟的后面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石门 这石门与山体连接 密封着 其上长满了青苔 透出腐朽的味道 在这石门面前 这中年男子 闭上了双眼 东府街的大门 当他再次睁眼时 他看着那大门苦涩的滋语 这大门后 就是东府街 我 就是从这里转世而出的 男子轻叹 自从他恢复了前世的记忆后 他便离开了所在的宗门 寻着那种感觉 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七道宗 来到了东府大门前 他身子有些颤抖 慢慢靠近 右手在那大门上轻轻抚摸 许久 他神色露出绝燃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他忽然脚步一顿 他看到了在身后 一个带着微笑 一身白衣的亡灵 师兄 王林轻声开口 王林 这中年男子正是清水 他自行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其身的印记微不可查 若再过一些岁雨 将完全消散 清水看着王林笑了起来 其笑声越来越大 内心被惊喜弥漫 大步上前 一把抱住王林 王林同样大笑 他们在那东府的大门前 一同坐下来 王林取出了酒 与清水一醉 他们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在这一醉中 彼此说着 各自的经历 说着 笑着 也有泪声 这东府界的师兄弟二人 在仙岗大陆重逢 当王林提起红蝶之时 清水争了半声 苦笑中 喝下一大口酒 前尘之时 遗忘就遗忘吧 既然来到了这仙岗大陆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 但我的选择 确实不遗忘 这里 或许有让我将寒烟复活的方法 一定有 清水难难 对于一个死去那么久 甚至连灵魂都不存在的人 将其复活 王林做不到 只是他没有去告诉清水 若一个人连希望都没有 或许就只剩下了绝望 当清晨的阳光 透过雾气 隐隐落下时 清水离开了 他既没有选择遗忘 也自然不会再回到洞府界 他来到这里 只是想看一看七道宗 看一看这洞府界 存在的宗门 如今心愿已了 又看到了王林 让他满心喜悦 再无牵挂 接下来 他要为他的梦 去追寻 哪怕用一生的时间 哪怕一次次轮回 他也依旧执着 王林看着清水远去 看着他的身影 融入雾气内消失不见 他站在那洞府的大门外 目录复杂 所有的故人 只有十三 选择了跟随王林 回到洞府界 因为对于十三来说 伴随在师尊身边 是他一生最大的满足 其他人 各自有各自的责任 使命与羁绊 既然转世了 大都选择了遗忘 选择了重新开始 王林推开了那洞府的大门 在那大门打开 一道强光闪出之时 他走入进去 随着那强光消失无影 大门再次闭合 七道宗 依旧是被一片迷雾笼罩 一片废弃 一片无人问津的废墟 洞府界 界内与界外之间的地障 极为牢固 这数百近千年中 界外的力量 曾发起了一次冲击 但却没有办法 打开那地障 闯入进来 王林的名字 在整个洞府界 已然成为了一个传说 一个不真实的存在 很多人记得它 但同时更多的人将其忘记 就算是界内的修饰 也是如此 唯有那朱雀星上的雕像 被作为了圣地的地方 还有王林的一个个传说 偶尔被人提起 除了这里 还有一个地方 有关王林的故事 也一直在延续 那里 就是新仙界 这个当年被王林创造而出的仙界 曾从界内四大星宇中 迁移来了诸多的修饰 这些修饰 大都是当年 在那场大战中存活下来的 他们中有不少人 曾亲眼看到过王林 甚至还有少数的人 曾与王林一同 与界外大战 穆兵梅 当年没有离去 他选择留在了洞府界 留在了新仙界中 等着一个人 有一天会回来 兰梦道尊 也没有离去 作为整个仙界的第一强者 他坐镇在这里 守护仙界的平安 还有一些 如南云子 也没有离去 只是此刻 在这新仙界内 却是一片压抑 仿若有一片乌云笼罩 让仙界的诸多修饰 个个沉默 兰梦道尊 重伤 南云子 肉身崩溃 只剩下了原神 整个仙界的天堂 一片血色 在那血色中 有无数虚影闪烁 失而露出 猙獰的相貌 如同有大量的冤魂 隐藏在那血色中 师尊 给了你们五天的时间选择 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天 最后的这两天 本少希望你们可以有一个明智的答案 回顺我赤魂叫 否则 死 在那血色中 有一个青年 穿着红袍 向着下方的诸多修饰 悠悠开口 至于你 慕兵梅 你的选择也同样只有两天了 两天后 当仙界阵法被迫之时 你若不成为本少的道理 我就涂了朱雀星 回去那叫什么林之人的雕像 只剩下了 在南云子的利口中 大地上存在的所有修饰 一个个默然抬头 我被修饰 何夕一战 那一个个修饰的声音呢 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阴浪轰鸣 卷动升空 竟将那天空上的血光 隐隐冲淡 露出了那血光后 一群上腕 穿着血袍的身影 在那些身影后面 有一片浓郁的血物 其内翻滚 似盘膝坐着一人 老家伙 你找死 等两天后阵法破开 本少会让师尊 将你的元神赐给我 让我尝尝第三步大能的元神 是什么滋味 那青年面色一变 目中杀鸡一闪 哼 死有何惧 男云子大吼 贤界的创造者 王林 必定有一天会回来 等他回来时 区区一个赤魂教 区区一个赤魂子 我看你们如何抵挡 在男云子的旁边 蓝梦盗尊呢 盘膝坐着 其面色苍白 正疗伤吐 王林 此人幸亏当年离去 否则的话 在师尊面前 他只是蝼蚁而已 这仙界阵法 就是他布置的吧 还不是一样 要被师尊破开 若非是想要让仙界完整 使尊出手 就可将此地完全粉碎 那青年冷笑 他此刻出现在这里 只是一个虚影 并非其本体 笑声中啊 其身渐渐隐于血光内 消失不见 在这仙界的大陆外 王林当年布置的阵法 禁至四周 如今被一片血色鲁罩 那血色不断地侵蚀阵法 且已然破损了大半 再有两天的时间 就可将这仙界阵法 完全打开 有数万血色身影 如傀儡一般 安静地漂浮在 仙界外的星空中 大量的红 从他们身上散出 不断地融入 那侵蚀大阵的血光内 在这些身影后面 那漂浮的巨大血色雾气中 潘膝坐着一个老者 这老者一身红袍 甚至就连头发也都是红色 他双手掐绝 视而打出印绝 使得那仙界阵法 破损更快 这王林的确有些手段 不知的禁制 竟让我也需数日的时间 方客破开 这禁制更是诡异 其内竟有一丝 让人惊恐的气息 让我有种若全力出手 强行轰开粉碎 这仙界的话 会出现惊变的预感 不过 只要不强行出手轰开 而是以血色轻视 则可避开这股气息 将其化解于无形 好在这气息不多 只有一丝 否则的话 怕是破开将会更难 这红发老者正是赤魂子 当年王林在长尊的生死节中 释放出了叶末 封印的一魂 死魂当时出现后 破开那生死节的封印 呼啸而去 如今竟恢复了修为 且具备了肉身 更是在王林离开多年后 创立了赤魂教 如今围困仙界 以其强悍的修为 重创了兰蒙道尊 更是毁去了南云子的肉身 他盯着那血光内 仙界的大地 脸上露出残忍之意 整个界内 几乎所有的强者 都集中在这仙界 当年我修为没有恢复 没有把握破开此地禁制 但如今再有两天 此地禁制就可以被打开 这些人将全部成为我的食物 吞噬了他们的惊血后 我的修为 必定可以再提高一个层次 成为金尊 呵呵 一旦我赤魂子称为金尊 即便是回到了仙纲大路上 也足以成为一宗的大长老 到了那个时候 说不定 我此生还有机会 紧接成为天尊 赤魂子双目 露出激动与兴奋 他知道 在仙纲大路上 天尊数量极少 只有几百的样子 一旦成为天尊 就可寻找一个大天尊 依附 而到了那个时候 身为依附大天尊的修士 他在仙纲大路上 必定声名赫赫 一千八百五十六集 赤魂子 仙族五大天尊 我若依附的话 首选先皇 可惜 先皇麾下强者如云 未必会招揽于我 不过 就算是没有依附先皇 我也可去依附 道一大天尊 道一大天尊 对于天尊修士极为在意 我若依附 他必定接受 届时 有道一大天尊庇护 就算是那王林 知道了这一切 想要找我麻烦 我也不惧 若他修为没有我高 我便吸了他全身精血 壮大自身 万一 他修为与我相差不多 或者略高于我 尽管可能性不大 但若真如此 也有道一大天尊庇护 我就不信 在道一大天尊面前 他还不屈服 恐怕 他一看到道一大天尊 就会吓得心神震动 立刻跪地膜拜 毕竟在大天尊眼中 一切修士 皆为蝼蚁 这赤魂子 对于未来的事情 思索得极为周密 他自问 不会出现意外后 大笑起来 师尊 在其笑声中 于那血色的雾气内 在他的身边 还盘膝坐着一人 此人是一个青年 他睁开双眼 起身 恭敬地 向赤魂子一拜 他正是方才 于那仙界的天空上 传出了话语的虚意 赤魂子笑声中 看了一眼身边这个青年 此人是他在洞府界 遇到的一个 很适合自己功法的弟子 其天资不凡 最有意思的是 他是在朱雀星 遇到的此人 据说还是那王林 不知道多少辈的一个后人 师尊 他们还没有放弃 再不断地送出修为之力 加固阵法 尤其是那南云子 更是可恶 还请师尊 在破开此阵之后 将那南云子的元神 给弟子 让弟子 好好地折磨一番 那青年呢 脸上露出残忍之意 恭敬开口 娶娶一个南云子 给你了 赤魂子看着对方 那脸上残忍的表情 很是赞赏 他要的 就是这样一个弟子 不过 那墓兵没 赤魂子 悠悠开口 师尊若是看中了此女 弟子双手奉上 那青年呢 连忙恭敬说道 他可是你先祖的红颜呢 赤魂子 墓中露出嘲讽 他觉得这一幕 很有意思 甚至他还在想 若是王林有一天知道了这一切 会是什么表情呢 那又如何 弟子虽说姓王 但他王林 既离开了洞府界 生死未知 留下的红颜 让我这个后人 享用一番 一介寂寞 不也是理所应当之事吗 师尊不是一直 这么告诉我的吗 那青年恭敬说道 叶末死了 但你既然获得了叶末的传承 那么王林 你也将传承我 对他的恨 赤魂子文言呢 大笑起来 眼中有恶毒之色 一闪而过 不须如此 这木兵梅 是为师亲自为你挑选的道理 为师怎能抢去 不过此女 为师要调教一番 等腻了后 赐会给你 那赤魂子微笑开口 本该如此 多谢师尊 那青年呢 含笑点头 好了 再等两天 那赤魂子 目光一闪 双手掐剧 顿时 这血物翻滚剧烈 外面那数万血色傀儡 释放出了更多的血光 使得那仙界阵法 越加地脆弱起来 此刻 在那仙界阵法外 赤魂子不断地 以血光腐蚀着阵法时 在那仙界中 一处至高的山峰上 站着一个穿着白衣的女子 这女子的容颜绝伦一般 莫说是这洞府界 就算是整个仙刚大陆上 也没有任何一个女子 能在这美丽上 与她相比 她的美 几乎不属于这片天地 山峰吹来 透出一股血腥 将她的青丝吹起 那张令人惊心动魄的 绝美之脸上 此刻 一片平静 只是在这平静的深处 却是有一丝茫然与苦涩 外人看不到 被她用尖墙作为外格 包裹在了内心深处 圣女殿下 在她的身后 站着一个老者 那老者望着眼前这个女子 神色恭敬中 透出交流 阵法 最多坚持两天 我知道了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慕冰梅望着天空 轻声开口 那老者犹豫了一下 暗叹一声 抱拳退后 整个山峰啊 如今就只有慕冰梅一个人 她默默地站在那里 许久之后 她抬起了右手 在她的手心里 有一把金剑 那是王林留给她的 王林本源所化 还存在了其当时 道骨的气息 如果还在世间 会赢你 慕冰梅难难 这是她当年 在王林离开时 说出的话语 若我不在这个世间了 慕冰梅神色 露出哀伤 看着手里的剑 目中有了惊艳 王林 你在哪儿啊 慕冰梅眼中的泪水流下 那泪滴落在了 她手心的剑上 发出轻微的声响 顺着剑刃 流淌 在慕冰梅 泥南的声音中 此刻 在这界内 原是罗天的方向 平静漆黑的星空 突然 凭空出现了 刺目的光芒 那光芒一闪 化作了一个光门 从光门内 走出了一人 白衣 白发 王林 这里是 王林看了一眼四周 脸上露出了微笑 罗天 她的笑容啊 透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里那熟悉的气息 让她知道自己回家了 她的神识下意识地散开 向着八方默然扩散 不知仙剑的脸 现在是什么样子 与我当年离开前 是否有太大的变化 那些故人 还有 王林喃喃 突然话语一顿 其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 仙界的方向 脸上的笑容 刹那肩脑 被一片寒意 与滔天的杀鸡取代 这是她成为了 仙刚大陆 最强的第一人后 第一次 完全爆发出 她的杀鸡 齿魂子 王林冷哼一声 此刻 那新仙界内外的一切事情 都被她的神识 清晰察觉 她看到了 那是赤魂子 嚣张的嘴脸 看到了其身边 那隐隐有些血脉关联的青年 更是看到了 那仙界外的阵法 正在被血光腐蚀 看那阵法被腐蚀的程度 应该还有两天左右的时间 就会消散 当年的赤魂子 被王林解开了封印放出 那时的对方尽管虚弱 但对于王林来说 依旧是强悍惊人 可如今 当对方的修为全部恢复 达到了巅峰之时 在王林的墓中 却是脆弱的如一只蝼蚁 这蚂蚁 还一指就可以碾碎无数次 冷亨中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消失在了这罗天星宇内 随着他的消失 此地的那光门也随之散去 不见踪影 仿若从未出现过一样 王林出现之时 并没有在那仙界外的赤魂子四周 而是一步踏入 进了那许多年 没有回来的新仙界 他的出现 仙界内的所有修饰 无人察觉 更不用说 那外面的赤魂子等 仙界的天 不再是以往的水蓝 而是成为了赤红一片 看起来似沉颠颠的 很是压抑 不过除了那天空的颜色外 大地上的一处处宫殿 还有那山巒起伏 河流花花 却是把这仙界的美 一点一滴地勾勒出来 以王林当年离去时 有的地方 他可以看到熟悉 有的地方 则是完全陌生了 看着四周 王林沉默中 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立刻便有三道光芒 幻化而出 在王林的前方 出现了三个人 正是许立国 刘金彪 还有那唯一 跟随王林 回到洞府街的弟子 十三 十三并非常人 出现后 看了一眼附近天地 神色有了片刻的恍惚 便马上恢复如常 向着王林抱拳 恭敬一拜后 站在旁边 没有言语 对他来说 仙刚也好 洞府街也罢 只要能跟随在师尊左右 一切就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与他相比 刘金彪与许立国 则是神色有些古怪 看了看四周后 这二人贼眉鼠眼地 对视了一下 隐隐地 王林察觉到 这二人神色中 似有趾高气昂之意 好似从一个大地方 回到了小地方的家乡后 极为得意似的 那脸上分明写着 知道吗 老子去过仙刚大陆 那地方 老大了 到家了 你们随意 我要去见一见故人 王林望着远处天边 缓缓开口中 脚步一脉 化作一道长红飞去 这仙界的一切之人 王林在方才 踏入而来的刹那 就已经神石扫过 他看到了很多 包括木兵梅 木兵梅所在的那座山峰 其身影 似要随风而去 看起来 有一种柔弱之感 他咬着下唇 许久 轻叹 抚摸着手中的惊剑 目中 露出了决然之意 似定下了某种决心的样子 那手中的剑 被他死死地握住 看了一眼天空的血色后 他猛地转身 似要离开这来 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木兵梅忽然全身一震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意 睁睁地看着身后 看着那站在不远处 望着自己的一个身影 那是一个穿着白衣 拥有一头白发的青年 陌生中透出熟悉 二人相互望着 目光在那血色的天空下 以这山巒为背景 以这山峰为取悦 以这整个苍穹为依托 凝聚在了一起 黄灵望着眼前这个 同样熟悉与陌生交融的女子 她的墓中有了复杂 这股复杂曾伴随了她很久的岁月 她的眼前浮现出了当年 在横月派那一个明媚的少女 浮现出在朱雀墓中 那美丽的让人窒息的身影 这身影一次次的变化 在当年的罗天行雨 在那王平凄厉的尖丝中停顿 苦涩中流逝 直至再次定格在了 王林离开洞府界前 她看到的那一幕如画般的记忆 那一天 仙界的天地飘着点点细雨 在那雨中 一身白衣的女子 如那雨中飞舞的柳絮 飘然而来 在雨水内 一个撑着雨伞的绝美女子 她有着漆黑的长发 如画一般的渲染 更有那仙子一样的美丽和空灵 似她的到来 使得这天地安静 唯有那雨水的花花声 带着一股诡异的力量 让人忘记了一切 更使得那绝美身影 好似被遮了一层朦胧的雨 若我还在世间 会回来 王林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她的深夜 与记忆重叠 慢慢融化在她的墓中 木兵梅不敢去相信 自己看到的一切 她完全地愣在那里 恍惚间 王林那白衣白发的深夜 在她的心里 越来越深 与其记忆融合 最终 同样融化在了她的心中 她一席间 似看到了那数千年前 在朱雀星的横月派 那在诸多的人群中 唯一一个 没有因自己的美丽 而痴迷的少年 一千八百五十七集 做梦 她看到了 那在朱雀墓中 被自己拦住了脚步 冷漠注视自己的那个身影 还有在那螺天星雨 在知道了自己 那分身所作的一切后 发出了凄厉丝吼的男子 以及其那悲哀的目光 最终 她眼前的画面 定格在了对方 离开洞府街的那一天 那一天 雨水哗哗 平添了几丝离别之雨 在那雨水中 对方的身影很陌生 陌生地让她心刺痛 在那刺痛时 对方的冷漠 似有了柔和 她知道 那是因为离别 因为这一去 或许再没有了回来之时 若我还在世间 会赢你 慕冰眉咬着下唇 眼中一片惊艳 泪水顺着眼角流下 在王林离开洞府街后 她从未有如现在这样的脆弱 王林看着这绝美的女子 脸上露出了柔和的微笑 她轻叹中走上前 站在了慕冰眉的身旁 一起看着那天空的血色 离开了 离开了洞府街后 在仙岗大路上 我始终有一句话 想要和你说 如今我回来了 这句话 也有了倾听之人 王林看着天空 轻声开口 慕冰眉站在王林身边 低声轻嗡了一下 她此刻心脏 碰碰跳动 这一切 她依旧是还难以置信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甚至 在听到王林的这句话后 她还有一种强烈的紧张 这种感觉 对身为昆虚圣女 身为仙界圣女 一向坚强的她来说 是极为罕见 这世间呢 除了王林晚 似再没有第二个男子 可以让她 有现在如此的心慌 或许若还有的话 那就是王平了 她的右手 握住那把剑 其左手 则是无意识地 攥着衣角 手指苍白 六妹 王林收回 看向血色天空的目光 望着身边的慕冰眉 轻声说道 不要说 我不要听 慕冰眉心神一阵 她面色瞬间苍白 右手中的剑 落在了地面上 身子亮枪退后 此刻的她 显得是那么的无助 那么的脆弱 四一阵风 就可以将其吹散 那脸上的容颜 露出凄美 与那泪水相衬 透出一股 让人无法冷漠地凉弱 我不要听 王林 我 我不要听 慕冰眉眼中的泪水 更多了 那一滴滴泪珠 顺着其脸颊流淌 落在了她的衣衫上 王林看着慕冰眉 看着其脆弱的样子 以及那迷茫中 透出无助的目光 她轻叹一声 我这次回来 除了要见一见故人外 便是要与你 做一个了断的 往而复活的方法 我已经找到 当我在此离开这里后 就是去复活她的时候 慕冰眉流着眼泪 依她的聪明 她岂能不明白 王林要说些什么 她的面色苍白 透出苦涩 刘眉 过去的 就让她过去吧 当年的错 我也有责任 就让我们把这一切 留在记忆中 封尘吧 你曾对我说过 想要见一见王平 我这次回来 会了却你的心念 王平也需要一个母亲 我会施展梦道之术 在那里 你与我 还有平儿 度过一次轮回 结束 让平儿看见母亲 让你没有遗憾 让我也没有遗憾 王林望着慕冰眉 轻声开口 慕冰眉沉默 许久 她擦去泪水 复杂地看着王林 轻轻地点了点头 陪我一世梦道入返 经历百年轮回后 结束一切吗 那么现在 你是我的丈夫对吗 慕冰眉难难道 王林闭上双眼 当她再次睁开时 她点了点头 慕冰眉脸上露出微笑 那是带着眼泪的笑 她轻轻地走上前 走到了王林的前方 抱住了王林 亲手 抱在其怀里 王林轻柔地抱着慕冰眉 对方身体上的清香 似可以醉人 这是他们 可以说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拥抱 第一次放下了 种种复杂的心血 去用一次百年轮回 来结束那一场或错误 或孽缘的异样之情 他们两个人 在这山峰上 在那血色的天空下 时间渐渐流逝 当一天之后 那天空上的血色更浓 甚至还出现了一片片细腻的裂痕 似随时可以崩溃时 王林带着慕冰眉 离开了这座山峰 向着远处走去 南云子 看到了王林 蓝梦道尊 也同样看到了王林 这仙界内 所有当年曾见过王林之人 此刻 全部都看到了 那一身白衣 白发的身影 在他们心目中的封界至尊 一些后来踏入到的仙界之羞 他们即便当年 没有曾亲眼遗见王林 但这些年来 有关王林早年的传闻 他们却是全部听说了很多遍 如今看到后啊 整个仙界如沸腾一般 那之前的压抑与惊慌 瞬间消散 只有元神状态的南云子 以王林如今的修为 可以为其凝聚天地之力 化作一具身躯 让其元神归附后 没有丝毫的不适 蓝梦道尊在王林出现后 望着他 目录迟疑 但却没有开口询问 而是等王林 为南云子凝聚了身躯后 似要张开嘴说些什么 但最终 却是化作了一声叹息 王林含笑 与四周熟悉之人 一一见过后 更是看到许立国和刘金彪 在远处拉着几个仙界修士 不知在说些什么 那刘金彪肩膀上的手指粗细的海龙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甚至还有个修士啊 上前摸了他一下 看到他呲牙后 轻笑起来 十三始终喜欢独处 他在不远处的一座空地上 叹息大作 视而睁开双眼 在看向王林时 目中有恭敬 收回目光 王林独自一人 走向了兰梦道尊 兰梦道尊面色还有苍白 显然之前的伤势 对他来说是很重的 右手抬起 向兰梦道尊虚空一指 顿时这四周的天地之力 漠然卷动而来 奇迹涌入兰梦体内 将其伤势 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恢复 片刻后 兰梦道尊的面色不再苍白 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向着王林点了点头 我的女儿还好吗 兰梦道尊缓缓开口 王林沉默 坐在兰梦前方 看到王林的表情 兰梦道尊内心咯噔一声 面色再次苍白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王林 告诉我 我 没有找到转世后的他 王林 王林苦涩地开口 在兰梦道尊面前 他即便是仙刚大陆第一强者 可眼前之人 当年对他有恩 更是李倩梅的父亲 王林始终 知晚辈之理 没有找到 兰梦道尊闭上双眼 喃喃自语 他是为了你 才去的仙刚大陆 你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兰梦张开双眼 大笑笑 那笑声偷出一股失望 偷出一股愤怒 就在这时 突然 那血色的天空 传来一声轰隆巨响 却见了天空弥漫的 诸多裂风 漠然有了崩溃的迹象 更有一声狂笑 从那天空外 隐隐传来 你等洞府修士 明顽抵抗 以为这阵法 可以阻挡老夫吗 如今这阵法 即将被破开 待老夫进来后 你们全部都要成为 让老夫修为增进的血师 那声音呢 开始还是微弱 但随着说出 却是如惊雷一般 轰鸣而起 震动整个仙界的大地 使得此刻所有人 全部都凝神看去 王林如今的具体修为 此地仙界之人不知晓 但王林既然能在对方 没察觉下 出现在仙界 显然也是不俗 只是到底能否抵抗那赤魂子 却是很少有人可以肯定 男云子神色如常 他没有丝毫担心 从王林随意地一挥手 就可以凝聚天地之力 为其化解一具身躯中 他就可以感受到 王林的强大 尤其是他看到 那许立国与刘金彪抬头中 墓内露出的轻蔑之色 甚至就连刘金彪肩膀上的那条小车 也是如此后 便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 后远处的十三 望着天空 神色冷漠中 又寒光一闪而过 他的印记已经消失 应该是恢复了记忆 我找了很久 始终没有找到 但我有种预感 他在仙纲大陆 在某一个角落 他知道我的存在 也知道我在找他 王林没有理会那天空的鸿鸣 看着蓝梦道尊 苦涩地开口 他只要散开哪怕一丝气息 我都可以立刻察觉 即便我如今回到了洞府街 但只要他的气息出现了 我同样可以有所感应 王林楠楠 对于李千梅 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私女与李慕婉不同 但却是第二个 走入到他心中的女子 可是 我能感觉到 她是故意不想见我 不想让我找到 王林闭上眼 她的心很痛 这种痛啊 与思念李慕婉的痛不一样 但同样私心 她一直记得 李千梅当年在自己耳边 以一种说不出的心绪 喻喃的那一句话 看着王林的面容 听着王林的话语 蓝梦道尊沉默 他能感受到王林的心 他了解自己的女儿 天空轰隆在起 却见那天空的裂缝 大范围的崩溃 似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血光滔天 从那窟窿内 大量的散出 在那血光中啊 笑声回荡 传遍了整个仙界 整个天空似崩溃 无数的裂缝碎裂 那仙界的阵法 终于被赤魂子 在数日的腐蚀中 打开了一个缺口 其他的地方 还在不断地消散 似再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让仙界 没有丝毫的防护 笑声带着一股嚣张 惊天动地 只见一道道血影 呼啸肩膀 从那窟窿内飞出 赫然弥漫在了那天空上 这些血影 正是那些傀儡 此刻在那天空出现 一个个面无表情 盯着下方的众人 更是在这些血影 一一出现后 一个穿着红袍的青年 从那窟窿内迈步而出 他神色得意 更有杀鸡弥漫 在出现后 其声音在这天地回旋 区区阵法 如今还不是被本少师尊破开 你等卑贱之休 这一次 我看你们还怎么抵抗 慕兵梅 等师尊将你调教之后 本少会让你知道 我与那什么王林之间 那青年狂笑 走出了血光 双眼闪烁中 向着下方看去 但这一看之下 他的话语 却是戛然而止 他看到了地面上 冷笑望着自己的南云子 看到了南云子 竟具备了身躯 他更是看到了那绝美的木兵梅 此女如今冷漠地望着自己 那墓中的神色 似看一个死人 更让他心神一震 使他看到在那地面上 在那兰梦道尊的身前 潘西坐着一个白衣男子 这男子并没有抬头看着自己 但在他看向这男子的一刹那 这青年却是身体一颤 对方的样子让他有些熟悉 他 他 这穿着红袍的青年一愣中 脑海漠然轰鸣起来 如有无数雷霆乍响 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一千八百五十八级 认识道义 对方的样子 与他从小所看的那朱雀星的雕像 竟然一模一样 老祖 他似疯癫一般 他怎么也不相信 眼前之人就是那老祖亡灵 只是那种来自灵魂的颤导 却是清晰地告诉着他 眼前这个白衣白发的青年 正是朱雀星的老祖 正是那当年的封界至尊 汪灵 就算真的是他又如何 他不是世尊的对手 这青年面色大变 倒吸口气 下意识地退后时忽然神色一拟 有意思 你们竟然找到了这么一个相似之人 莫非以为此人凭着 他话语还没等说完呢 就在开口的这一刹那 突然下方的白衣白发之人 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目光一片平静 可落入这青年的目中 却是让他全身巨震 十三 杀了他 王林收回目光 平静开口 不远处的十三 双目寒光一闪 没有丝毫迟疑 其身一晃而起 脉去中 踏在天空 右手抬起 一挥间 立刻有青烟缭绕 看其样子 竟是八级道中的急火道 对于十三这个弟子 王林在与其相遇后 选择了适合十三的功法神通 青囊传授的同时 更是取来天地之力 让十三修为大尽 这一点 旁人无法做到 当王林 身为半只脚 迈入踏天境之修 更是堪比 谷祖先祖的存在 对他来说 此事不难 在这下方 仙界诸多修饰的 目光凝聚中 却见那十三 一脸冷漠 身体外 青烟环绕 化作了数个烟圈扩散 一声轰鸣巨响 随着烟圈的散开 整个天空 燃烧起了凶凶烈火 在那烈火中 所有的血影傀儡 全部轰然崩溃 竟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那火海遮盖了天空 瞬息间那 一声凄厉的惨叫传来 十三冷漠地从火海内走出 他的右手提着一个绝望的头颅 天空火海 随着十三的离开 瞬息消散 那天幕依旧是红色 只是暗淡了不少 那巨大的窟窿内 此刻露出了一个老者的身影 那老者呆呆地望着下方人群中的亡灵 亡灵 这老者一脸无法置信 但立刻 其神色就化作争鸣 其空节修为 轰然爆发开来 使得那天空颤抖 大地震动 你竟从洞府界回来 但就算是你回来了 在老夫面前 也依旧是蝼蚁 那老者正是赤魂子 他话语中 脉步如一道长虹 冲出了这天空的窟窿 直奔亡灵而去 亡灵的修为 在他看去如一片迷雾 但在他想来 对方必定是身上有一些法宝 遮掩了修为罢了 这样的手段 在仙纲大陆很是寻常 以自己空节之力 他有十足的把握与自信 亡灵看着那赤魂子 急驰而来 神色平静 没等他出手 却见 那刘金彪肩膀上 趴着的那条手指粗细的小蛇 抬头双目 凶光一起 默然发出了一声惊天咆哮 那咆哮震惊天地 震着此地所有仙界修士 双耳轰鸣 更是让赤魂子身子一颤 下意识地停顿在了半空 猛地看去时啊 倒吸口气 呆若目击 这 这是 那条小蛇急速飞起 在此地几乎所有修士的 木凳口袋中 其身躯默然膨胀 越来越大 赫然恢复了其本体 一条万丈之长的庞大海龙 在这天地间 向着愣在那里的赤魂子 咆哮 金 金尊海龙 赤魂子感觉自己在做梦 来自仙冈大陆的赤魂子 他清楚地知晓 在仙冈大陆上 有着远远超出洞府界的修真等级 金尊 天尊 岳天尊 以及那强悍无比的九位大天尊 在仙冈大陆上 以他赤魂子的修为 若是遇到了金尊强者 那么将会极为恭敬 毕竟金尊修士 可谓是一方巅峰霸主 即便是一些大的宗门 金尊修士也属于那种 大长老层次的存在 可以决定一个宗门 强盛的终极力量 甚至赤魂子这一生的梦想 就要成为金尊修士 他破开这仙界的阵法 其目的也是如此 想要吞噬这些仙界的修士 吸取他们的精血后 让自己修为突破 可如今呢 在看到那条突然出现 从一个拇指粗细的小蛇 突然膨胀 化作了万丈之大的海龙后 赤魂子脑中一片空白 从那条海龙身上 穿出的威压 足以震动整个仙界 让此地绝大部分人 都心神颤抖 甚至 有种要膜拜的感觉 金尊 这 这是金尊 赤魂子面色苍白 双目露出呆滞之色 他不敢去相信自己现在 所看到的一切 那平时少见的金尊存在 尤其是比修士还要稀少的金尊凶手 如今呢 竟出现在这洞府街 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种荒诞的感觉 让赤魂子几乎要疯 金尊海龙身躯一动 那硕大的头颅猛的一转 透出凶残目光的双眼 冰冷地盯着赤魂子 嘀吼了一声 这一声嘀吼 让赤魂子全身剧烈地震动 更是体内原神不稳 似要崩溃一般 这种感觉再次清晰地告诉了他 眼前这条海龙绝对是金尊的存在 赤魂子下意识地退后几步 额头觅出汗水 他怎么都无法去想象 王林的身边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条金尊海龙 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思索方位 甚至他有种 这一切都是在做梦的错觉 正退后时 他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他想起来了 这条海龙的出现 不是从王林身边飞出 而是从那不远处 一个看起来先锋倒骨的修士 肩膀上飞起 不是这王林强大 这王林身上没有丝毫无一样 更没有太多的修为波动 虽说有宝物掩盖气息 但在仙纲大陆 往往只有那些弱者 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这王林如此行径 显然是修为不高 这海龙不是他的 是哪个先锋倒骨的修士之兽 王林修为不高 但他必定是这修士的好友 他这次回到洞府界 只是担心自己修为不高 故而才会邀请旁人跟随 且看那先锋倒骨般的修士 其修为也是不高 那就绝不会错了 死人定是有个师尊 是先锋大陆上的某个天尊 也唯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之前的一切 赤魂子目光一闪 脑中念头白转 他此刻很是确信自己的猜测证据 退后中 在那金尊海龙张开血盆大口 就要吞噬而来的瞬间 这赤魂子忽然一声大吼 道友请听我一言 他话语所向之人 不是亡灵 也不是那海龙 而是那远处 正得意看着天空这一幕的刘金彪 道友世尊 应是先祖天尊之意 想来以道友的风采 定是那天尊前辈的嫡系弟子 否则的话 也不会被赐予这条海龙 道友 此事是我与这亡灵之间的私事 还请道友不要参与进来 事后赤魂子定有众谢 赤魂子也是没有办法 那金尊海龙的威压下 他甚至连逃顿的勇气都没有 如今呢 对他来说 已然是生死危机 容不得他多想 哪怕明明猜出对方 是被亡灵邀请来 他是很难被自己说动 但他却依旧要尝试一下 我在被人封印前 于东周藏了一生的积蓄 那都是我在无数年搜集之物 我愿把它全部都送给道友 只求道友高抬贵手 放我一条生路 赤魂子内心呢 被紧张弥漫 他此刻被那海龙盯着 极为恐惧 就连声音呢 也都隐隐有了颤抖 刘金彪一愣 亡灵微微一笑 没有开口 同样愣在那里的 还有许立国 还有那条海龙 还有南云子等人 许立国愣了一下后 忽然笑了下 那刘金彪干咳几声 似笑非笑地 望着那绝望的赤魂子 摇了摇头 老父师叔寻山清 是道一大天尊 麾下天尊 你若让这尊海龙杀我 师叔必定知晓 我不信 你师尊会因为此事 与一个同结天尊交恶 赤魂子奸生死后 其面色苍白 神色露出对于死亡的恐惧 且道一大天尊极为护短 若是师叔却恳求 你们都要为此事付出代价 王林 这个代价你承受不住 届时整个洞府界都将灭亡 你去过仙岗大陆 定然知晓大天尊的存在 今日之事 你若放老夫离开 老夫发誓 再不会打这仙界的主意 我立刻离开洞府界 回到仙岗大陆 赤魂子奸生死后 他相信 王林从仙岗大陆回来 必定是知晓大天尊的存在 这段话语 他有自信 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刘金标听闻此话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王林 他的这副表情啊 让赤魂子内心略有笃定 王林神色有些古怪 他望着那处于恐惧 用尽一切方法 寻找生机的赤魂子 微微一笑 且你若放老夫离去 老夫可以去哀求师叔 让师叔收你为门下 这样 你就也属于是 道义大天尊麾下之人 一旦修为突破 可将一步登天般 在仙岗大陆随意赤场 赤魂子急速开口 道义 大天尊麾 王林从盘膝中啊 站起了身子 望着那天空上的赤魂子 在他看去 此人就是蝼蚁 四周的仙界诸多修饰 他们并不了解王林的修为 但此刻 听着那赤魂子的对话 对于那神秘的道义大天尊 却是哪怕只听名字 都感觉到心神一振 蓝梦道尊皱起眉头 但却没有开口 至于那南云子 同样 神色略有阴沉 他对于王林实力的确信了 此刻 隐隐有了动摇 仙岗大陆 原本有九个大天尊 其中这道义 为最弱的一个 王林慢慢说着 神色依旧平静 赤魂子目光一闪 这些事情 他也知晓 此刻 听到王林如此开口 内心更为确定 王林知道 大天尊的强悍 无欲伦比 只是他有些迟疑 这王林在提及大天尊时 那随意的语气 这让赤魂子 隐隐有些不妙之意 可即便是最弱的大天尊 也拥有主宰众生的力量 王林缓缓开口 只是他说到这里 话语突然一转 但就算是道义亲子来此 看到王某 也要立刻褪别 甚至 他恐怕都不敢来见王某 王林微微一笑 他的话语 被那赤魂子听到 让赤魂子睁大了双眼 他望着王林 在他感觉 王林应该是疯了 没有人敢说出这样的话语 好大的胆子 你若真有胆量 可不去仙纲大陆 挡着道义大天尊的面前 去说出此话 在那赤魂子认为的狂言下 他尽管恐惧 可依旧言辞嘲讽起来 1859集 两个点 不用那么麻烦 王林没有着急出手 这赤魂子敢破开仙界的阵法 若是轻易地就被杀死 难解王林之怒 道义 此人说你麾下有一天尊 是他的师叔 告诉我 可有此事 王林右手抬起 向前一挥 立刻天地轰鸣 那海龙连忙后退 却见那整个仙界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不断地旋转 更是与星空连接 似被打开了一条通道 轰开了那仙刚法则存在的虚无 似与仙刚大陆连接在了一起 仙刚大陆上 从那苍茫盆地内 回到了自身宗门的道义 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在 那盆地海墙风暴外 看到的一幕幕 他的内心被恐惧弥漫 他不想去相信 但却知道 那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仙刚大陆的第一强者 再不是古道 而是那个让他恐怖的王林 就在这时 突然在那道义宗上 天空一变 风云道卷间 一个巨大的漩涡 凭空出现 从其内 传出王林的话语 那话语如雷霆哄哄 让道义面色大变 他骇然地发现了 自己的身体竟无法动弹 其神识被那漩涡内传出的奇异之力笼罩 竟被抽出了身体 直奔那漩涡而去 在那漩涡内 他看到了一片陌生的大陆 看到了王林 更是听清了王林的话语 甚至他有种生死一现 被王林一手掌控的强烈感觉 仿若王林若想杀他 只是一念 东府仙界内 赤魂子呆呆地望着天空 天空出现的漩涡中 漠然传来了一股 让他颤抖的气息 那气息啊 他当年曾远远地感受过 那属于道一大天尊 是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本尊麾下 没有与此人认识的天尊 还请 还请王尊息怒啊 那漩涡内 传出了道一苦涩的声音 其内透出的恭敬 与那一丝惊恐 被赤魂子清晰地感受到 假的 这是假的 这 这不可能 赤魂子有种发疯的感觉 他无法相信这一切 假的 没有人可以凭空地 打开洞府界 与仙岗大陆 形成如此漩涡 将大天尊神识社群而来 这是假的 你休想欺骗老父 赤魂子双眼通红 发出了歇斯底里般的嘶吼 他神色真美 面部清金骨骑 似此刻 忘记了恐惧 悲眼前这一幕 无法置信的事情 崩溃了心神 假的 这统统都是假的 一定是假的 王林 老父当年曾与先皇的侍卫 罗明为好友 我曾救过他姓年 他是先皇亲信 他 赤魂子劈头散发 哈哈大笑忠啊 似这话语 是他如今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 哦 是假的吗 不过先皇 我的确无法将其神识社群而来 但可以让你牵眼看看 其破碎的残魂 王林右手一挥 顿时啊 那天空上的漩涡立刻消失 道一的气息也烟消云散 只有在那仙纲大陆的道一宗内 身躯颤抖的道一 他清晰地感受到 方才那一瞬间那 自己的脆弱与王林的强大 你看看 这个也是假的吗 王林神色平静 花雨间那 其身后的天空出现了三色光芒 黑白金 这三色光芒瞬息凝聚 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太阳 一股大天尊的威压 从王林身上轰然扩散开了 全部降临在那赤魂子的身体上 与此同时啊 在王林这三色大天尊中 清晰地显露出了 鲜黄连道针的面孔 那面孔露出痛苦 虽说扭曲 但却可以让所有见过连道针之人 一眼认出 假的 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你也是大天尊 这都是假的 休想欺骗我 赤魂子楠楠 双目已然没有了焦点 在展开了大天尊的威压后 王林的修为还在攀升 直至达到了半只脚 迈入踏天境时 他的威压足以崩溃一片星雨 足以轰灭众生 这股威压 没有丝毫多余出来 而是奇奇凝聚在那赤魂子的身体四周 让赤魂子全身轰鸣 呆若目击 整个人傻笑起来 疯癫的一瞬 其肉身骤然崩溃 在他身躯崩溃的同时 赤魂子疯 他无法接受这一切的现实 他不敢去想 自己竟然在打一个 让道一恐惧 炼化了仙皇魂 甚至自身就是大天尊之人的主 且自己还想要去调教大天尊的红颜 收了一个大天尊的后人为弟子 甚至自己竟让这个大天尊的后人 去反抗大天尊 荒诞 荒谬至极 他疯了 其肉身崩溃 原神灭亡 但这种痛苦 却是与其内心的那种疯狂 如萤火与昊月般 无法比较 这种死亡的方式 比直接摧毁了其肉身 还要残忍无数倍 亡灵摧毁了 除了他的肉身外 还有其理智与心神 从内到外 全部无情毁灭 在此战后的第二天 王林带着木兵媒 带着十三与许立国等人 离开了 临走前那 王林重新为仙界布置了阵法 此阵的强悍 整个仙纲大路上 除非是仙祖古祖重生 否则的话 没有人可以破开 即便是古道 也不行 走时 王林在仙界内 留下了自身的部分道统 与神通之术 还凝聚了天地之力 化作了如山一般的丹药 他为这仙界 留下了日后强大的种子 或许在岁月流逝后 会有一天 仙界的强者将如云一般 更是会出现传承了王林道统之人 完美的防护阵法 大量的丹药与神通道统 甚至还有王林对于虚本源的感悟 这些足以让仙界 以极快的速度强大起来 不会再出现 如赤魂子这样的事情发生 走前 王林与蓝梦常谈 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没有第三个人知晓 他们都谈了什么 蓝梦送王林离去后 就选择了闭关 王林走了 他穿梭那浩瀚的星海 回到了朱雀星 在那朱雀星上 他与那自身的雕像前 盘袭打坐了数日后 独自一人 离开了朱雀星 他先是去了 在当年的大战中 成为了废墟的天运星 在那里 王林散开神石 找到了去往妖灵之地的入口 进入到了妖灵之地 在那熟悉的地方 在那先帝清零的洞府中 他将那里复原 找到了当初被他封印在深渊内的华州 将其内的女子 解开封印 让其沉入轮回 那女子 当年的神秘 于如今 王林看去 已然不重要 王林离开了妖灵之地 在这界内四大星人 他去了很多地方 把当年的一些未解之事 不去刻意寻找答案 而是一一了却 最终他走出了界内 来到了界外 在界外 王林第一个去的地方 就是那当年的颠落之地 在那里 他看到了对他有恩的老朱雀 看到了很多故人 数日后 王林解开了颠落之地的封印 让老朱雀等人 不再永远地被困在那里 可以随意走出后 王林带走了 那颠落之地最重要的物品 一个轮盘的指针 在界外的脚步 遍及了很多的地方 王林看到了散灵上 看到了这个当年 让他感触很深的朋友 同样的 王林也在界外的一颗修真心上 看到了一个婴儿 那婴儿的身体 沉浸在这星球的核心 似在沉睡 他的样子跟拓森很是相似 王林尽管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却看出了 拓森或许是徒斯 似在修炼某种神通 这神通啊 需要将身躯 重新化作婴儿 再次成长 在那星球上 王林看着那婴儿 直至数日后 他选择了离去 临走前 他留了一道 给拓森的神念 当这婴儿长大之后 苏醒时 将会感受到这神念 对于王林来说 东斧界已然没有秘密 若真说有 那便是神秘的天韵子 神秘的七彩 只是这两个人存在的痕迹 在东斧界已然消失 王林去了很多地方 在一年后 他回到了朱雀星 回到了这属于他的家乡 这里 还有最后一个隐秘 等待王林去揭晓 他当年没有实力去寻找 离开洞府借钱 又处于迷茫 和对未来的茫然中 无暇去理会 但如今呢 当他站在朱雀星上时 王林来到了那当年的修摩海 来到了那进入 古神之地的入口处 古神之地 虽说因拓森的离去而坍塌 可其内却还是有那么一处 存在了很久的空间 王林踏入到了这里 在那往昔的古神之地 他找到了那头极穷兽 此兽啊 当年吞下王林的绳石 长出了一个与王林样子 一模一样的头 只是 在王林找到时 此兽已经不知死去了多少年 只剩下了一具海骨 王林站在那海骨旁 沉默了很久 他的目光始终望着那海骨 诸多头颅中的一个 那是一个属于人的头骨 但却没有正常般大小 而是似一个拳头 看着这个头骨 王林神色露出迷茫 他的储物袋内 有一个与此一模一样的头骨 他将那个头骨拿出 当这两个头骨放在一起时 其中一个化作了一片 幽色的光点 消失了 王林认出 那消失的是他从道医那里获得的 隐隐地 王林的脑海中 似有了一丝名物 但却只是一闪而过 无法清晰地抓住 如果真有轮回 那么当过去 与现在相遇时 过去会消散 不复存在 剩下的 只有现在 王林抚摸着那头骨 喃喃自语 收起了头骨 王林内心同样松了一口大气 当他隐隐私有了 对于自身的猜测时 他的内心 对于这个如婴儿头骨之物 有一种来自心神的恐惧 他恐惧的不是此物 而是此物的来临 他曾经迟疑过 若真有轮回 此物是不是属于 王平 如今呢 他有了答案 收起这头骨 王林转身 走出了这骨神之地 所在的空间 与天韵子相似的 道骨博士曾言 说我已经找到了 头骨与白发 如今头骨有所变化 那么是否说明 会有一天 那一丝白发 也会如头骨一样 王林沉默中 离开了这里 岁月流逝 转眼十年 许立国的封印 早就被解开 他恢复了自由之声后 按捺不住 那种一锦还乡的得意 与刘金彪一起 在十年前离去 不知了趋向 海龙伴随着他们二人 可以让这两个家伙 在洞府界 不会受到丝毫伤害 只有他们去欺负别人 而不会有人来欺负他们 一千八百六十几 再争开始 刘金彪临走前呢 曾一脸严肃地告诉许立国 他要去追寻骗道的终结 只是他觉得 与许立国之间的配合 还差一些 需要再找一个人加入进来 或许可以更完美 对此许立国深感认同 二人商议之后 不由地把目标 放在了当年的钟大红身上 颇为怀念的样子 于是他们决定第一站 就是寻找钟大红 十三一如既往 没有离开朱雀星 而是选择在这里 长久地闭关 等待师尊的苏醒 为师尊护法 他的修为在这十年中 有所增进 最主要的是 他传承了 亡灵完整的道头 传承了亡灵 几乎所有的神通 除了在虚本源的感悟上 他始终所获不多外 对于五行本源 十三已然凝聚 尤其是八级道之术 十三四对此书 有种惊人的天赋 感悟极深 为亡灵护法的 并非只有十三字节 还有文王寿 此兽修为极高 在这朱雀星上 几乎是霸主一般 每次外出啊 都会引起此兴修士的轰动 也曾有修士想要抓捕 但当吃到了苦头 与知晓了与此兽的差距之后 便渐渐大都避开 不敢招人 文兽不会伤人 且时而还会外出 离开朱雀星 在星空内玩耍 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 朱雀星上的修士 也就习惯了他的存在 至于亡灵与木兵梅 在十年前呢 他们一同走入了 一处山峰内的洞府 在其内 亡灵施展了梦道之术 牵引着木兵梅 去了结 那属于柳梅的心结 与隔膜 或许 解开了属于柳梅的心结之后 亡灵与木兵梅之间 将会不同 时间流逝 转眼 又过去了十年 朱雀星的修士 他们不知晓 那在传闻中的亡灵 早就回到了家乡 他们只是知道 在二十年前 有一座山 被一个冷漠的修士占据 化为了禁定 那里 不允许任何人踏入半步 一次 可以是警告 但当第二次使 则是杀戮 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 当那秋夜随风飘落时 打着卷 在天空上飞舞 似要寻家 秋色的天空 万里无云 一片碧蓝 看起来很美 在那大地上 在这个秋的清晨 阵阵吹烟 鸟鸟升空 看起来 颇有一幅农家 如桃园一般的样子 这里 是赵国 生活在此地的百姓 很多人一辈子 都没有走出家门太远 更不用说 这里属于赵国的偏远之地 一处山脉脚下的 小山村了 当清晨的风 卷着那诸多的秋夜飞舞时 阵阵唢呐之声 从村头悠悠而起 更有一些顽皮的孩童跑着 带着淳朴兴奋的笑声 一顶红色的轿子 在那村中被人群簇拥着 在一家四河院外亭下 喧闹之声鼎沸 显然是这户人家 在迎娶新娘 这户人家祖上据说是木槿 传下来后的这一代 则是一个书生 据说在县里考中了 可是却不知为何 没有入京 而是回到了此地 居住了下来 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那书生已然成了中年 他有一个独子 也渐渐长大成人 今天呢 就是那叫做王林的孩子 大喜的日子 王林在这里长大 附近的村民都对他很是了解 这孩子很可怜 他是一个哑巴 总是沉默地看着远处 不知道在看着什么 当那热闹的声音飞扬时 从那轿子内 走出了一个低着头 披着红盖帘的女子 这女子的手被站在一旁的王林拉着 二人走向了院子内 说起这女子 整个村子里的青年都心存爱慕 她是柳家的二女儿 是此地的富户人家 子女小时候就喜欢与那王林在一起 二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常常可以看到这两个小家伙坐在一起 同时看着远处 如今长大后 他们两个人的成亲 没有人觉得意外 只是有不少人很是羡慕吧 村户家的喜事 往往不如县城里那么铺张 很是简单 主人家布置了喜宴 请全村之人来恭贺 当日落西山时便结束了 剩下的时间属于新人 在那新房中 当一脸憨厚的王林 掀起了妻子的盖脸时 她看到了那一张 惊心动魄般美丽的容颜 那女子叫做柳梅 她翘脸微红 看着王林笑了起来 二人目光的凝聚 似穿透了碎雨 似在那一次次轮回中 也曾这样的注视 直至永恒 在他们成婚的第二天 柳梅坐在院子里 她的对面是微笑的王林 她的手里有一个木雕 在为自己的妻子 雕刻下她最美丽的一幕 平淡的生活透出温馨 转眼 过去了两年 他们有一个孩子 那是一个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王平 这男孩很是聪明 口齿凌厉 随着他渐渐长大 这一家三口 在那温馨的生活中 很是圆满的样子 平日里啊 王林没有随着父亲读书 而是选择了祖上 传下来的木匠手艺 在这平静的小山村内 一直生活下去 她的妻子柳梅 对于孩子的感情很深 她几乎把大部分的时间 都用在了陪伴王平那里 早上给孩子做饭 白天陪着孩子玩耍 晚上给王平讲故事 哄着他睡去 直至十年后 王平十五岁的那一年 选择了读书的他 离开了这个小山村 去到了外面 去参加了县里的大考 在他临走的这一天 他看到了母亲 坐在院子中 他的父亲 雕刻了第二个 属于母亲的木雕 那木雕依旧很美 王平成功地考取了功名 又在数年后 去了京城 王林与柳梅 陪着他一起 在那京城中 居住了下来 岁月流逝 不知不觉的 王林与柳梅的头发 有了白色 王平在这京城 以其功名 有了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这个时候 王平娶妻了 他的妻子 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清姨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属于京城的富贵人家 她对于王林与柳梅 很是孝顺 让他们满意中 也有惆怅 因为从此之后 代表着王平成家 如鸟儿长大后 会高飞在天际上 或许很长时间 都不会回到家里 王林与柳梅 选择了离开 他们离开了京城 回到了那平静的山村内 去度余年 在回到了那村子里的老房子后 王林为柳梅 雕刻了第三个木雕 那木雕上的容颜 带着岁月的痕迹 可还是很美 生活就是这样 充满了平淡 没有太多的波澜 王林很享受这样的每一天 她与柳梅在一起 尽管一辈子 没有与她说出 哪怕一句话 但他们看着那日出日落 看着那夕阳起伏 却有温馨存在 渐渐地 白发越来越多 时光就在这温馨中流逝 在那一年 又是秋夜飞舞时 王林与柳梅 已经完全地老迈下来 他们的孩子王平 这些年来偶尔回来 但每一次 都没有逗留太久 便又匆匆离去了 两个老人坐在那院子内 柳梅含笑 望着对面的王林 王林的手中 有一个木雕 她望着柳梅 再为她雕刻 或许是他们人生中 最后一个木雕了 那木雕在王林的手中 渐渐地出现了轮廓 渐渐勾勒出了柳梅的样子 但却不是如今的白发苍苍 而是如当年 他们澄清的第二天时一样 很美 我知道 你哪怕一辈子 没有和我说过话 可你不是哑巴 柳梅望着王林 看着她手中 慢慢成形的雕刻 目露温柔 王林抬头看着柳梅 脸上露出微笑 摇了摇头 依旧没有开口 当那雕像刻完后的第三天 柳梅病了 她躺在床上 苍老的容颜 依旧可以看出 年轻时的美丽 她拉着坐在床边 王林的手 一直不松 我知道你不是哑巴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 第一次相遇吗 那时候你在 看着天空 我很好奇 你到底在看着什么 来到你的身边 一起去看 可是我什么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在我临走时 你突然开口 和我说的第一句话 你记得 我也记得 柳梅望着王林 眼中的温柔如水一样 你和我说 我是你的妻子 你是我的丈夫 这是注定的缘分 柳梅喃喃中了 脸上的微笑 更加柔和 她望着王林 似沉浸在那记忆中 王林同样笑了起来 她握着柳梅的手 没有松开 两个人就这样望着 柳梅总是在说话 说着一辈子的话 说着少年时候 说着成婚之后 说着有了王平 平儿是个好孩子 可是她长大了 她有她自己的道路 我们不能让她 留在自己身边一辈子 我走后 就剩下你一个人 你要照顾她 柳梅喃喃 王林摇头 看着柳梅 目光柔和 柳梅说着话 直至一夜过去 直至那清晨的阳光洒落时 秋风吹着枯黄的叶子 在天地飞旋时 柳梅目中有了迷茫 她拉着王林的手 忽然用力地握住 她满是皱纹的脸 此刻有了红润 如回光返照一样 似着虚弱的身体 再次被注入了一股生机 我看到了 王林 我看到了 她挣扎地坐起身子 脸上露出惊喜 指着窗外的天空 向着王林快速说道 我看到了我们小时候 一起看的天空中 到底有什么 我真的看到了 我看到了那天空上 有一个你 有一个我 看到了 我们是仙人 我 柳梅说着 忽然眼中流下了泪水 她看到了一幕 让她心痛地虚幻 我 我 我怎么会这样呢 柳梅眼中的泪水 更多了 一切都过去了 王林拉着柳梅的手 说出了他们成婚后 第一句话里 其声音带着沙哑 蕴含了柔和 这一天夜里 当王平带着琪琪 辞去了官职 回到了家乡 准备一直陪伴父母时 她看到了 那房间内 父母如沉睡一样 带着微笑 顾去 她呆呆地站在父母的面前 许久许久 脸上 流下了泪水 她的脑海中浮现 父母的容颜 与那小时候的往事 送葬了父母 王平与清姨 居住在了这老房子里 直至岁月流逝 直至他们老去 直至闭上了双眼 十三守护的那座洞府内 王林与柳梅盘膝坐在那里 闭着眼 在他们之间 有一个转动的珠子 那珠子散发出幽光 似把他们二人连接在了一起 这一天 王林睁开了眼 她望着身旁的女子 许久 许久 这女子睫毛一颤 有泪痕流下 也睁开了双眸 看着王林二人的目光注视 如那梦道中一样 似欲永恒 结束了吗 目兵眉难难 结束了 闭上眼 再睁开时 一切会是新的开始 王林轻声开口 她知道 眼前这个女子 对于自己的感情很复杂 只是无论如何的复杂 她终究 是松不开手 是松不开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